拉娃也是非常好奇这鞭炮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呢 于是就慢慢的拆开了 在外面缠绕的是一些绿色的绳子 把绳子解开之后 里面是用报纸做的一个小盒 当切开之后发现里面就是一些火药 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又拿来了几个窜天猴 把外面的木棍给去掉了 只把窜天猴的头部放在了水桶当中 接下来就给点燃了 从里面冒出了一些黑烟水桶 差一点就落到老外的身上 吓到老外屁滚尿流 估计这一次实验就给老外留下了心理阴影 接下来又准备了一台发电机 往里面放入了一些彩色的粉末 这些彩色的粉末就从里面吹了出来 粉末落到老外的身上 把老外都给染上了颜色 总是能做出一些非常奇葩的举动 这一次又准备了一个雷神之锤 准备用这块黄金做一个雷神之锤 首先用了辣油 做好了一个模具 往里面倒入了一些石膏 然后放到熔炉里面加热 这样里面的蜡就会融化 另一边把黄金放在熔炉当中加热 很快黄金就融化了 接下来把融化的黄金倒在了模具当中 然后放到水里面冷却凝固 紧接着从里面拿出了一个非常粗糙的雷神之锤 经过打磨之后看起来就非常的漂亮了